台湾传统甜点马老是过年时会准备的小点心之一 早期马老因为制成繁复 单价不低 只有在大年初九拜天宫才会准备这个高级的贡品 在台中有一间传承五代的百年饼铺 老板陈永斌不认为马老只有过年才能吃 他积极研发杏仁 海苔等创新口味 还扯弃原本传统的批发通路 改去市场摆摊 他是如何靠三世纪中国这美丽外衣的马老打进年薪市场 拼出七百万营修 一起来看他如何为古早味走出新路 来来来 欢迎试吃 欢迎试吃 海苔 海苔 海苔好吃 这蚝蚝 这是我们大家的蚝蚝做的 这在今年时才有做的 蚝蚝做鹼的 很松软 你可以尝试看看这过年才有的口味 拜拜要选五色 五行 金木水 五土 对 红色的 人家说拜后红 吃青面看人 每到年节前夕 这家传承百年的马老饼铺 总是门庭若市 这个是我的最爱 香菇海苔素肉松 这个很减 这个好吃 我们目前有冬天来讲23种口味 对 有5 6种是冬天的隐藏版 有别于传统的花生芝麻 这里的马老色彩缤纷 口味多元 光是坚果类就有4种 敏感就从日常生活当中 因为像我吃早在 我想说 一般有的客人都会讲说 你马老都甜的 我说对呀 我可以做一些咸的口味嘛 对不对 所以就从我想爱吃的 我就请老公帮我做一些 这个是热油 这个是比较冷油 你一开始很热的话 它就凸凉了 就不会膨胀了 它就让冷油慢慢地膨胀了 膨胀到一定的大小以后 再加入热油 让它定型 也太神奇了吧 高温油炸后 马老内层瞬间成型 膨胀五六倍大 但您绝对难以想象 它原本只是一个外形像甜不辣的小果干 这都很干燥 原来马老会膨胀 全是因为山芋头的自然膨胀系数 老板陈永斌说 这可是老祖宗的智慧 多少肉米 多少生芋头都是有固定的 这个不是一般我们吃的那个芋头 这个叫高铁鹅 看起来像是狗的那个脚掌一样 就是高铁鹅 仿佛铁炮生斑 此起彼落 刚起锅的马老内层外观金黄酥脆 表皮完好如初 这就是为什么陈永斌坚持走回头路 用手工制作传统的马老 你机器上在做的话 那个果干碰撞了以后 它会伤到表皮 那表皮伤到的话 它里面就会吸油进去 就吃起来就比较油脆 对 会比较油腻 这也可以拿过去那边做 你像花生的话 你用机器你稍微滚动久了一点 它就会出油 卖相不好 口感会变差 所以你要要求品质的话 就只好手工制作这样 但陈永斌说 其实在他接手之前 饼铺都是靠批发销售 那以前供不应求 你就是一定要靠机器 一些机器的辅助 因为量很多 做批发的时候 帮爸爸的时候 我曾经五天没有躺在床上睡过 我记得从大脚开到大安 那时候想想也蛮危险的 大脚开到大安五公里 开了一个半小时 你开到一半你会 哎 路边瞇一下 开到一半又路边瞇一下 这是我的工作 把它靠下 对 也不能太多 太多老板就会生气了 就太肉麦亚干掉了 它又裹不住 很辛苦啦 一颗一颗的 一定要一颗一颗做 只要遇到年节 成家总是不眠不休 全体总动员 也看陈永斌现在 耐着性子慢慢做 想当初年轻气盛时 只想逃离家中束缚 到外头闯荡 那时候也认为说 爸爸的磨绕产业 应该是算黄温事业 那因为都只是过年拜拜在用 平常的话 比较少消费族群 去买这类的东西 那时候有时候 只有差不多一年工作的三个月 很忙 可是你很忙 平常都没什么工作 应该不是我们年轻人 想要做的事情 为了证明给父亲看 陈永斌退伍后 卖过中药也卖过五金 虽然每次的小生意 都稳赚不赔 但看在父亲眼里 却不以为然 他说你要是有月入十万 有稳定的话 你就可以放弃这个事情 因为你其实淡季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 你如果说都做吃的这方面 大部分都是淡季 你很很难 很难说 创出一个很好的东西 其实有啦 我有一阵子是去卖那个馒头 也是快要起步了 生意快要好转的时候 家里又要忙了 又要回来帮忙 所以又要舍弃掉原来的 打出来的这一块 或许是身为家中独子 陈永斌从小就背负着 家族的使命感 尽管内心无比挣扎 但他也无法让这一块 传承百年的历史招牌 断送在自己手里 于是他开始求新求变 以前吃那个杏仁书的时候 杏仁书的时候 就想说 这个来做杏仁烙 应该也不错 结果那时候 给阿公做 买了杏仁给阿公做 阿公就说 这个已经做起来要一两百块 谁跟你买 在当时一般传统口味的马老 零售价介于八十到一百元之间 但陈永斌深信 只要口味独特创新 即使价格贵一倍以上 也有人买单 没想到理想与现实 总是有一大段落差 如果出去一百斤 差不多回了八十斤 消费那时候 一般的小贩 不会特别去跟你 推广你的东西 因为他们卖的东西很多 他不会特别接受说 你这种东西很特别 第一次勇于创新 却惨遭批发商无情退货 陈永斌受挫到 成天愁眉不展 郁郁寡欢 直到33岁那一年 正式接手后 在妻子的鼓励下 两人索性到市场摆摊 直接面对消费者 结果一出去 反应很好 其实消费者一看到你 这么多的马老 他会很好奇 马老怎么可以这么多口味 怎么这么可爱 来看 他看了你请他吃 味道不错 他吃了你的东西 觉得你的味道好 口感好 他就有那个价值 你虽然你的东西 比一般平常小贩卖的贵 可是他会认为说值得 像这一款小朋友最爱的 棉花糖马老 可是每年过年必备的隐藏版 陈永斌说 研发三十几种口味粥 这个最可爱也最最困难 你这糖太冷掉的话 太冷会糖会太厚也不行 可是你如果太热的话 沾下去棉花糖就融化了 你看这手上的棉花糖 就会融化掉 它会比较黏手 反复试做上百次 圈永斌总算找到 适合棉花糖的最佳温度 马老整个的软硬都是靠麦芽在控制 它的糖跟麦芽的比例很重要 它的软硬度都是我们在火火上的控制 它的熟度麦芽的熟度这样子 你如果像冬天的话 你就不要煮太熟 你冬天的话你煮太熟它会变脆 你夏天的话你必须要煮熟一点 它才不会软化掉 其实天气也会影响它麦芽的硬度 就是这股职人的精神 让陈永斌种植不重量 2001年他不顾妻子的反对 把批发市场这块大饼拱手让人 坚持退回到传统的纯手工制作 当然营业额会比较少了 可是你自己卖的话 当然你的利润会比较好 而且细水长流 爸爸可能一年只做三个月四个月 可是我整年度都有在生长 整年度都有在收入这样子 我开始做的时候 以零售这样来讲 一开始差不多一天只卖个一二十斤 那到现在一天差不多有100斤左右 按年节的话差不多有将近一千斤 每个月的营业额平均差不多五六十万 如今陈永斌不但靠自己这双手做出好口碑 甚至在2014年打造一个全新店面 三不五十就让客人DIY体验做麦芽饼的乐趣 转移一下稍微转移一下 然后就把它均匀地裹在饼上面 现在麦芽热热的它稍微会软一点 然后冷了之后它会硬一点 它就会吃一个好吃的麦芽饼 要不要吃 给做一点点给小孩吃 小孩比较爱吃这个 经营这种东西 以我的观念就是你要顾好你的品质 你自然你的消费者你就会稳固这样 在陈永斌眼里 他的马老不仅仅只是裹上一层层美丽的外衣 里头的松软绵密 都是遵循古法反复的工序一颗一颗做出来的 他深信唯有用心制作转型创新 才能让这块百年招牌越差越亮 我也想这个甜点 吃